Hello,大家好,我是Elly 今天帶大家來到倫敦一區的 E-1,London Dock 和大家看看一個收租很好的地方 先說一下這個地點 它在兩個金融城中間 一個是整個倫敦 在去年買得最好的屋苑 那為什麼買得最好呢? 它是向這邊看 是會看到我們的老金融城 就是剛才看上去 可能你會看到不是感覺不好的 其實我們這裡有一個非常高的樓 可以看到一隻Shot 在那邊 對,看到了 現在看到一隻Shot E-1,London Dock 也是Berkeley超級大賣的樓盤 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有一段影片 剛剛進入2021年收樓的Cashbury Wolf 但其實它在3、4年前已經賣光了 而我旁邊的Merino Wolf都已經賣光了 所以我們就隆重推介 它在2024年才收樓的Savons Wolf 在裡面特別是搶手的原因 因為它的地點是倫敦的一區 在兩個金融城中間 也有非常多的投資在這個地點發生 為什麼呢? 它很近Tower Bridge 在泰吳士河的河邊 這個地點在一區來說 是比較舒服 新一代是喜歡住的一個 比較高尚的住宅區 London Dock的生活圈 就是S.Catherine's Dock 這個私人郵輪碼頭附近有很多超市 例如Ratros 有很多美餐廳和咖啡廳 位於London一區 心臟地帶 銜接兩大金融城CBD City of London 和Canary Wolf London世界級的景點 例如碎片大廈 塔橋 泰吳士河等等 全部都是暴情之內 我們現在身處的就是本地人大愛的 S.Catherine's Dock 非常受倫敦中高產人士歡迎 住在Tower Hill這個地方 絕對是身份的象徵 今次我們會推出的就是這一棟 是十六樓 那邊是十七樓 我們才會推出 這個是Savon Place 和Savon Tower 你可以看一看大樓的Model 你會看到它是U字形的 我們先說說朝向 向這邊就是朝南 我對著這邊是朝西 看著景觀花園的是朝東 所以如果大家經常看慣樓的 你們可能都會想 嘩!很棒 這些全部都是東南向的 而且看那邊 就會是Canary Wolf 今次掌賣台灣的景觀 如果轉過來這邊 朝西的話 在這個角度 就會向這邊看 是會看到我們的老金融城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 娛樂跑 小黃瓜 對港機 那些就會向這邊 它這裡會有一些大平台的護形 一、二 不多的了 反正就會是一些小的 但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都有CORNER的護形 這裡也是CORNER的護形 所以採光而言 和景觀都很不錯 雖然這邊 旁邊都會有一棟 但它們相距是20米闊 所以都會OK闊 而中間這兩棟 它們就是24米闊 雖然它是對著這邊 你也不會太過激勇 但如果你手快 當然是不阻礙的 會比較好 因為這邊東南向 是完全沒有阻礙的 在這個位置 謝謝 我們上到Cashman Wolf的22樓 它在這個位置 說真的是對著前面 就是太不適合 基本上 所有的樓 最高只有四、五層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那個景觀 是很慌勵 所以我們今天會上22、23 那裡面 單房的景觀 而它的東面 會看到Canary Wolf的景觀 而它的 大廳裡面 就會看到金融城的景觀 你看看見嗎 照片 看到了 是3米 而且 這個景觀 會在你家裡看見 這扇窗可以開 你可以看到 The Shark 咬咬咬咬咬咬 也可以看到 整個金融城的景觀 可以看到The Shark 看到了 現在看到The Shark 整個環境會在這裡 看著鏡頭 這個位置會是整個三房的單位 這個是我站在門口 裡面整個位置 整個都是你的房子 這些黃色的位置就是長身 這裏就弄好了 然後弄了洗手間 他們會做兩次QC 這個是隔音板 這裡有棉花 看到嗎?一直會過來的 這裡是另一棵牆 就是你的鄰居 這個也是隔音板 所以它是三層隔音板 這個當然是木板可以用來裝飾 所以其實它是家後長身 而且是超級隔音保暖隔音 今天帶大家來到倫敦一區的E-1 倫敦堡 跟大家看看一個收租很好的地方 先說一下這個位置 它就在兩個金融城中間 一個是整個倫敦 在去年買得最好的屋苑 為什麼買得這麼好呢? 首先主要原因是 它是一個非常有Quality的住宅區 我們在這裡就和大家一起看看它的示範單位 到底它的收房標準是怎樣呢? 先說說空氣 你住在一個地方 最重要是冷暖 都是適宜的 全家屋都是設有 underfloor heating 地暖 亦都有convict cooling 看出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落地的玻璃 加上double glaze window 保暖隔音隔音隔音 它的窗框是用了黑色的風格 所以可以代表我們一種 叫做industrial 比較型格的感覺 地板呢 可能不是很常見 對吧? 它是一種斑紋的地板 這種斑紋的flooring 是特別貴的 因為它其實用多了很多的木 才可以編制到這種風格出來 所以看上去都會令你感覺更豪華 現在我們看上去 可能你會看得不是感覺 不是很足 但其實我們這裡 非常之高的樓底 有2.5米高 我們事不宜遲看看 最貴最貴的廚房和洗手間 廚房裡面 無論是一房兩房三房 都是設有wine cooler的 如果你是一房 就小一點 兩房三房就很大了 顏色方面 有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這個我們看到的 dark的顏色 其實看上去的感覺是一種深的navy blue 深藍色的 裡面也是fullly fitted的 所以會有所有的 我們平常會煮食用的用具和家電 包括洗碗機 所有的家電都是用mele的 你的hook ofen和microwave forfet 再加上這裡會有你的直身雪櫃 fridge and freezer 看一看在裡面 開一開的顏色 你會看到 它裡面也是用了一些深的 深色在裡面 而這種顏色 開發箱很用心 令大家可以有更加 照做個性的選擇 所以也有一種是綠色和紅色的選擇 那種紅色 好像我們現在的流盆一樣 是很狀 很誇張的紅色 可以撞紅色 所以令到更加有個性 這裡就有一些 storage的地方 這裡也有一個黑色的插頭 也有USB的設計 在這裡 事不宜遲 和大家一起看看 這個兩房的單位 我們現在身處的是 一個兩房兩次的單位 我們先欣賞一下 它的洗手間的設計 這一種顏色 是叫做深色系的 裡面會有配好的儲物空間 它放地玻璃 然後上高也是LED燈 整好給你的 它是地暖和有config cooling的 這裡 然後呢 就會去到你的 en suite lab 套房 套房裡面 就是 下了一個大概 這張床 四隻半床 你可以在三邊下床 practical來說 它也是有config cooling的 還有它有一個 入場的衣櫃給你 是有四門的 有燈 在這裡 這些很細心的設計 不是說每個樓盆都會有的 而這邊呢 就去到我們的 另外一個洗手間 它是一個en suite的洗手間 可能它的size來說 跟剛才比 就是小一點 也是shower 只不過呢 它所有的東西都是齊全的 有一個深木式的櫃 你的鏡櫃 這個鏡櫃裡面 就很窄 當然 你也是放一些護膚品等等 這個位置挺好 因為它可以有一個門 讓你開關 那你就更加好用了 使用上更加方便 嗯 我們稍後很快看看 就是白色的 你可以選擇的 如果你要洗手間是白色 那你外面的廚房 你都會用淺色鞋 我們的走廊位 那其實呢 這個位置 就會是整個 你真的去到的時候 走廊的感覺 看上去的感覺 其實都很像一個 叫做 酒店 那這個就是兩房單位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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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